龙好尘 做出你的选择 什么 你说你愿意放弃所有奖励 来换取一个选人名额 可你知不知道 这次的奖励里 有一个极为稀有的灵卢 和你的圣乙灵卢相辅相成 如果你能融合它 极有可能直接进入六界 谢谢圣骑师长的好意 可我意已决 希望联盟 能考虑我的请求 等你夺得冠军再说吧 到时候你才有谈判的资格 我先答应了他 那我也答应你 就要信守承诺 我的选择是 灵溪 什么 他选谁 听错了吗 他不是应该选大小姐的吗 我的选择是 灵溪 采儿 采儿 你怎么了 他刚刚 说什么 龙浩辰 你没搞错吧 你说你选谁 没有 我想先选来自魔法殿的灵溪 魔法殿 灵溪 然后我会再选 采儿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了 大把他是你最相信的人 我都说了 怎么了 被离去 被冷落 终于是你的命 他抛弃你了 他说要守护你一生一世 但他抛弃你了 好冷 心好疼 你那么小心 等你听去 他说了什么 我选灵死 我选死 这是怎么回事 等等 采儿的巡回之力已经暴走 采儿 现在贸然出手 只会适得其法 如果龙浩辰有任何对不起采儿 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 才叫无人能承担 但你没想到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你必须压制这股力量 否则采儿性命满宝 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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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不及了 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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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扯住 你扯住 废话 这可是那位上古大能的巡回之力 一旦爆发 连魔神都要积弹三分 小老头 快把你的神印王座逃出来 胡闹 你知道我的神印王座 在守护千万人的精灵 我不管 就要救我的登村 否则他会永多学会你 采儿 你还有脸汗 采儿 都是因为你这个混蛋 我毙了你 元素火盾 滚 滚 今天谁来也救不了你 夏之大人 一切都是因我而勤 与龙龙城无关 你要罚 就罚我吧 滚开 克尔 基因 殿尔要是有事 你们都得死 弦尔 杉尔大人 不要啊 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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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我海 灵月 愤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或许 好沉润是拯救采儿的唯一机会 他居然真的能破开云灰之力 靠近采儿 采儿心中的高热闹因他而生 也只有他 采儿把采儿从地狱里带回来 采儿 对不起 我来了 快看 是个女孩 真可爱 说好了的 是女儿 就要叫她采儿哦 来 来来来 慢点走 过来 别害怕 别害怕 你只是个小测试 我还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布娃娃 寻回圣女 我们的女儿竟然是寻回圣女 怎么可能 不 不 你没有选择 你没有选择 竟然肩负实命 就必须为大 我们今天起 你不再是我们的女儿 你不能有朋友 而是寻回圣女 只能不停地使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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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来了 彩儿 所有人都在欺骗他 我没有欺骗彩儿 所有人都在利用他 我没有 所有利用他的人都害他 你们这些人只能伤害彩儿 只有我 可是最关心他们的人 彩儿不需要家人 不需要朋友 不需要爱人 他只需要孤独一人 永远待在这里 永远都已经就够了 不是这样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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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看不见了 忘了告诉你 攻击我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每次做我一次 就会失去六感之一 害怕了吧 是不是十分痛苦 没人愿意失去六感 可这却是财而强大的原因 他无时无刻不再承受着被寻回剥夺六感的痛苦 他挥出的每一件 在下就是他的眼睛鼻子和耳朵 这就是寻回 这是自服 也是诅咒 你们将他打造成只拥有痛苦的兵器 就对他诸多指责 现在却又想得到他的原谅 可笑 给我死吧 我不是来奢求财而的原谅的 什么 我也不怕什么 我诅咒 停 我只是 我想去他身边 他分担他所有的痛苦 哪怕我看不见 听不到说不出 没有任何事 可以阻止我 你果然不一样 但你真敢杀了我们 失去了六感 你也动都动不了 你还拿什么救抗 没有人能把他从最绝望梦魇中带走 你就等着和我陪伤吧 可是我的 我一定会教你的 什么也感觉不到 什么也都做不到 原来他经历的世界是这样令人绝望 对不起 我对你的了解太少 我本该做得更好 现在的你应该跟我一样 虽然失去了六感 但心一定很痛很痛 彩儿 作是地狱 我也一定要 把你带回我的身边 哪怕我看向你的每一眼 都要燃烧灵魂 哪怕我走向你的每一步 都要透支生命 这一次 我也一定要成为你的回应 绝不抛弃你 他已经抛弃你了 我的选择是 灵溪 他明明知道你是为他放弃的白产 自愿成为第四名 他明明说过要做你的太阳 从此以后 我永远做你的太阳 但你只是一个被他利益完就抛弃了的白痴 他说的每一句话 我就是你的萤火虫 他许下的每一个承诺 我来带你回家 他向你走过来的每一步 都是极片 狂点 利用 我就是你的英会 背包 我愿意 他只让我在 我永远做到太阳 就和当初抛弃我们的所有人一样 他该死 所有抛弃我们的人都该死 他早就应该死在你 自义里 死在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穗儿 杀了她 她就永远不会放弃你 你 你 我 你 叫 你 你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抛弃我 彩儿 我从来没想过抛弃你 如果能替你承担这些痛苦 我愿意用任何方法 哪怕是坠入毁灭的深渊 我也要和你在一起 你 为什么 我必须信守承诺 我也找到了两全其美的方法 但是我却欠你一个解释 让你伤心 我错了 错了就要受到惩罚 那你还会不会丢下我 傻瓜 我怎么舍得丢下你呢 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彩儿身上暴走的寻回之力 居然真的消散了 别多温高 还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